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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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下这打烊了 滚开 马上就要宵尽了 客官还是赶快回家吧 客官 您赶快回家吧 客官 客官 您赶快回家吧 父亲 你怎么来了 还没放下 原本先皇定的是你与晋王成婚 事情闹成这样 我们也没想到 现在 你妹妹与晋王成婚 已成定局 你 不该多想 更不能多想啊 父亲放心 明日 我就将这香囊 还给晋王殿下 这天意 从来都没有理会过人心 都怪我 当时行术过于紧急 是啊 事急从全 别无选择 那 你与玉掌姑娘 又该何去何从 一桩利益交换的婚姻而已 没有什么可上脑筋的 你我都骗得过他人 却骗了 却骗不了自己 你说真心喜欢一个人是怎么开始的 我最近一直在仔细想这个问题 你 就很恍惚 恍惚 我这倒是何时开始 有时候 我 看到殿外夕阳 就会想象 要是楼台上 有他 那该多好 有时候路过花园 想象着如果花间有他的榴莲 那是多美好的情况 这般想法 完全由不得我自己修饰 笑什么 真想挨揍啊 没有 我只是想起金盏 我现在 一想到金盏四处闯户的模样 竟忽然发觉 那才是最美好的记忆 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相信天意吗 你呢 我相信人心 反正是天意也好 人心也罢 我答应过陛下 你我是兄弟 一声不说 我陪你 好兄弟 走吧 张公主 国不可一日无君 李公公的话语 想必大家也都听到了 先皇主意让晋王继承江山 你为何再三阻挠晋王登基啊 李方虽是说过 可本宫以为 明正才能言顺 晋王陷下没有船位遗址和玉玺 便不能登基 何时 有了这两样 再来谈登基之事可好 大掌公主 所言极是 殿下 此人的后事奴婢已处理妥当 不会有人发掘他的死因 本宫以为 本宫知晋 你的心意 是要扶持怀锦登上地位 奴婢 我有私心 可是你觉得 本宫拿着这枚玉玺 就可以和薛仁对抗 扶持怀锦登上王位吗 咱们这位晋王可不是甘心退位的人 倘若他要是拿出真的玉玺 本宫要如何交代 所以说 这枚玉玺的作用 是要逼迫晋王 及时地拿出真的玉玺来 本宫 料想他拿不出来 晋王手头若拿不出 为何我们不 皇兄生前就有意立他为储君 这么重要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托付给他 他线下拿不出来 却不代表以后都拿不出来 薛仁此刻应该在心急如焚地 寻找真玉玺的线索吧 这人呢 不能着急 一着急就会乱了方寸 方寸一乱 自然就会露出马脚 是 门开着吧 是 你中了断梦香 身体可还好 只是昏睡了两日 大夫说没什么大碍了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放心了 这枚香囊 是先皇当初照我入宫之时 交给我的 他说 这是我和晋王的定亲之物 现在看来 已经没什么用了 玉展你真是何意呢 殿下这么聪明的人 不会不明白玉展的意思 可人非草木 一旦动了心 不是树收回就能收回的 殿下不是一般人 谋大事者 要懂得割舍 谋大事者 要懂得割舍 可我真没想到 你能做到如此绝情 如此克制 玉展还有福甲 不能只为自己而活 香囊我已经送到了 就先走了 就这样 你没有别的话对我说 殿下 珍重 如果那天在花轿上 是你 不是为了福甲 为了你自己 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世上遗憾的事情 往往都有如果 你应该清楚 你不得不死 欺君之罪 殿下可要想清楚 把手给我 相思正如 却如飞雪歌启动 这一路走来 我自认为我们已经成为相互信赖 坦诚相见之人 这份恩情与我而言没有互相 只有你 既然上天 替我们做了选择 就不要再回头 如何 愿意将雇佣 守护刹那心动 为那似水双眸 固住一枝所有温柔 谁心自是所求 殿下可不可以 靠你